确定之后呢,再做一支保护,保护工作表 一样,再输入密码 OK,然后再输入密码 好,那做完毕之后的话,这个时候呢,你把游标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刚刚锁定的这个 储存格上方 那各位可以看到,公式就不会出现了 这个地方公式就不会出现 OK,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使用者就不会知道说 你这个地方怎么做的 他只会觉得好神奇 你为什么点下去 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自动会判断 他如果把这个删掉之后呢,他又不见了 而且不会产生错误 这太神奇了,Esser居然可以做成这样子 可能他开始疑惑,不知道这是怎么做的 这里好像漏掉,判断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当然就是把 这个公式隐藏起来 不过呢,如果说呢 假如说有新的人 假如说你们也知道怎么做 你也不知道密码,那怎么办呢 我讲过嘛 你就把这个 档案怎样呢 传到那个Google上面去 然后呢,他就会把那个保护给破解掉 一样还是可以看到里面的公式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不需要任何工具 就可以 知道说那个公式怎么做的 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试试看 把那个保护之后 传到那个Google上面去 但是传上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就是要转换为Google的试算表 好 不然的话,预设值他可能传上去 他会还是储存 原来的那个Esser的格式 他没有转换成那个Google的那个试算表格式 那就 不能这样做 就是没有 还是没有办法 破解那个保护 好,这个部分的话呢,我想各位试试看 隐藏公式的方式 画面现在还给各位试试看